而在食品安全的部分 食藥署是持续清茶 供验用碳酸美和碳酸钙的流向 并且在今天公布了第一波调查名单 结果发现27家业者当中 有23项药品不合格 其中包含了制药大厂 明通以及葡萄王生技 都在名单之列 同时官方也要求 必须在15号午夜之前 全面下架 找来艺人代言 明通胃药广告台词 朗朗上口 但黑心胃药越查越多 食藥署扩大激茶药厂 没想到第一波 只查了27家 就有13家业者23项产品 全都因为原料不合格 必须勒令下架 当中不乏大厂牌 明通化学制药的甘胃能颗粒 金葫芦消化固胃散 还有葡萄王爱味康 和威力制药的全群爱 威乐定等都在名单上 一次发现的这23项的产品 我们都逐一要求 对于库存跟它的原料 跟半成品全部封存 那它要再度制造的话 一定要经过申请 食药署查厂发现 这些制药厂只有食品添加物许可证 却没有制药的原料药许可证 违法制药违反药事法 要求在15号午夜前 统统下架 之前药厂上游遭爆出使用工业级碳酸美碳酸钙 作为药品的复兴剂 允存和宜新的检验结果也出炉 两家铁含量都超出标准 宜新碳酸美中的氧化钙更超标83倍 这些违法制药业者将被开罚6万到30万元 我们的检验结果呢 抽资强生药厂的允存化学公司的 炎基性碳酸美呢 在其中呢 在生跟氧化钙跟铁含量测定 都不符合规定 那宜新贸易公司呢 的碳酸美在酸不容性 氧化钙还有铁跟含量测定 不符合规定 但原本要拿来顾身体的药 却成了伤身的黑心食品 药盒上的GMP标志保证 看了更嫌讽刺